各位节目当中 第二小时的阳光前时 我是小楼 刚刚听到的 这也是之前非常夯的电影 再见 前任之三部曲 现在也听到是余文文的体面 分手 当然要好好的分 我们上次呢 邀请到新王子老师呢 来说到很多网友 很多小敏不能接受的 五个不能分手的烂礼 很烂的 让大家觉得会摇头的 那今天呢 其实前任准备好资料之后呢 就发给老师 然后就在提到 我看到小敏们 然后还有一些娱乐的版面 都会提到就是 你在分手之后 你到底能不能接受 对方成为你的朋友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好像不单单只能表面上去看 这是什么星座 所以呢 今天要请新兴王子老师 好好的来先跟大家了解了解 老师其实看 因为看感情跟看工作 有些人真的是两种状态 对 这样看 其实我们如果以专业的角度来思考 不是以娱乐性的角度来思考 娱乐性的角度就是说 你上节目 当然节目里面 没有太多时间 可以帮你做很多的解释 或者你要讲很详细的部分 不要我们在广播里面 可以谈很多 电视根我们有办法 因为电视它需要丰富化 丰富化的过程 就会有很多老师 没有老师分配的时间就不够 所以我要讲得很清楚 不容易 或是我只能划重去 讲几个星座 或几个理由 或几个状况 让你觉得 对对是这样这样讲 就OK了 可是事实上 事实上 在我们实际分析的过程里头 就有很多的事情 你不要讲说 天王星海王星 明王星有什么影响 有 天王星海王星明王星 它带了一个世代性影响之外 它对于个人的排行上面 它可能会展现状态 也可能会有不同意境或意义 但是对我们来说 那个的影响力 可能对某些事件而已 是非常小的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忽略它 并不代表说它不存在 它也存在 它也可能有一个枢纽的意境 比如说 如果说这个人 他是不是会突然间 做出一个离境叛道的行为 那可能他天王星进到第一宫位 那他可能就会这么做 可是他如果天王星 进到了第五宫 或进到其他宫位 他可能比较不敢 或是比较不会 好 那这个就是有关于 每一个行星 对于个人公文的影响 可是我们谈到个人 跟大数法则 大家认同的方式 可能也不大相同 比如说大家 我们常常谈到太阳星座以外 现在大家可能就 常常会提到什么水星 或者是谈到太阳上传星座 或者是金星什么的 如果其实我们今天谈这个话题 如果光是谈 我们现在是情感关系 朋友关系 对不对 如果我们今天谈的是朋友关系 好 就是你是不是还可以回到朋友关系 其实就是 如果你们情感关系 情感结束之后 是不是回到朋友关系 这个过程里头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什么地方就是 你要先知道 有感情的通道面 通道面 所以通道面 比如说 如果我从金星去看待 是否可以成为另外一半 因为金星泛指人际关系 好 那金星泛指人际关系的过程里头就变成说 我可以透过金星来判断你的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有很多种 它是广义来说是人际关系 狭义上你可以把人际关系分成 比如说情感关系 情感关系可能就可以分成家人关系 然后那个或者是 单纯的恋爱关系 兄弟情感 兄弟情感可能包含是朋友 情仪 它也可能分好多种层面 是不一样的 所以光是金星他所讨论的情感关系 人际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很多的 然后到情感关系之外 你还有办公室的关系 对不对 你还有同学关系 你还有军中同袍的关系 好 你知道关系的层面非常多种 所以光是金星所讨论到的 东西就很广泛 那这个东西是 我们不是说今天 它只是有一个表现而已 没有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金星所讨论的 情感关系或人际关系上来说 它是一个自己 在面对一个关系的处理方法 你要什么方式去处理 你要怎么样去处理 它用角度来判断是 我的处理方法是如何 它主要是这个角度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时候 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通道性 假设说我今天 我的金星是在风向心做 那它非常喜欢 也非常容易 从朋友变成恋人 这很容易 这叫通道面 可是回过头来看 那如果已经是情人的 会不会变成朋友 再回到朋友 不一定是因为你的金星 在风向心做 那可能是你的月亮星座的问题 你的月亮星座 是否可以接受 情人变朋友 或者是夫妻 分开之后 离婚之后 再还可以是朋友 这是可能是 有月亮星座 所以它是两个不同的通道 OK 因为月亮星座掌管的是 你内在情感的价值 这个是一个需要经过相处 实际相处 尤其是面对家居生活相处之后 比较私底下那一面的 对 家居生活相处之后 再来判断的情感感受 那个状态跟金星所判指 人际关系 是其实不同的两个角度 所以你要知道 这是通道面的问题 就是说吸管 你可以从这边吸 但是你要吐回去不好看 对不对 不能这样吐 但是有的时候 就变成说 从另外一角度来看 你可以接受 可是从朋友 你知道有很多人是 从朋友变情人怪怪的 比如说从同事关系 从同事关系变成 情人关系怪怪的 有些人不大能接受这个事情 所以就觉得办公室 怎么可以跟在办公室 有情人关系 或者你从以前到现在 我就一直真的把你当哥们 对 对哥们哥们 对你是女的 但是 对或者是说 对或者同性关系 不管什么关系也好 就像小路讲的说 我一直把你当哥们 突然间有一天 大家喝了酒了 或者大家做了什么 发生什么在情境上面 或者大家参加婚礼 你知道婚礼很容易 有这种渲染力 因为现场太多粉红泡泡了 对对对 然后两个突然间坐得 还靠得很近 喝了一杯酒 突然觉得我们两个 为什么不在一起 你知道有可能是这样子 可是你知道有些人就觉得 只要突然第二天醒来 觉得怎么会 上发那种事情 就尴尬了 所以这就是通道面问题 如果你两个都是在 可以相互通道的状态 就是比如说两个都在 风向行桌 都在那种可以认为 还可以再回到 另外一个关系里头 有一项天明座 天明座都是满期望说 我们即使是分开了 难道都不能成为朋友吗 天明座是很容易这样想的 对对 所以像之前 其实我们在讨论到很多 天明座 他有自己本身就有很多的妹妹格格 都一直觉得他自己都 没有办法顾自己这一关 但是反而在情感部分 如果你的月亮金星 有可能是在天明座 他可能就这个通道面就会创通 那我要讲天明座 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每一个星座都有妹妹格格 真的 就像小陆刚刚讲的 就是大家地雷不一样 天明座是在一起的过程里头 那在那个过程里面 其实突然间他失衡了 要分开了就分开了 可是回到了自己独处的生活之后 突然间又原谅那个人 他把自己天明拿回来 又回来重新蹭 他又可以再回到那个关系里面 天明座本来就有他独特的特性 每一个星座都有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 所以在情感面的部分说 分手做不成朋友的 到底有没有像网友他们说的 这前五名 我觉得为什么一开始 我要先请教清晰望泽老师 就是说 其实这真的不是 可能大家看的太出钱表面 或者说是你认识的工作上的他 其实我常跟大家讲 就是我对不起 我比较机歪一点 就个人很机歪 我常常讲说 如果一个讲星座的人 或想写星座资讯的人 他连星座名词都没有搞懂 他讲的东西是胡乱分析的 因为他们一定没有真的沾心内涵 就真的你只能把他当娱乐看 对对对当娱乐看就好了 好看就算了 他不一定解释对的 而且排行连排行可能都有问题 因为沾心内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你要懂的一些 我不是说今天要去批语 大家可能不懂沾心 不是当娱乐看是一件事情 当你要听到对人生有帮助的 只是一分析 角度是不一样的 就你希望真的能够看懂一点门道 然后甚至藉由这些不同老师的一个专业分析 听说名词很重要 所以那篇文让我看了 他最后也白羊座写成牡羊座 那我就觉得不用看了 对 因为他连为什么要叫白羊座 而不叫牡羊座可能都不知道 对 老师你之前有解释过 对对对对 我们今年上半年有解释过 因为这是 而且在沾心血这算沾又 我们的文化里算沾又有名词 而且就是用白羊座用很久了 我想要用一个日本人用的名词 我觉得这本来就有问题嘛 那你就没搞懂 在这个文化里头要有什么名词嘛 然后再来他第一个是双鱼座 我觉得就是最奇怪的事情 因为双鱼座事实上是很容易 再回去跟前任在一起的 就是绝大部分很多人 对双鱼座的印象 对我们的印象 都会觉得好烂情喔 然后你们最喜欢吃回头草了 应该是这样 可是他第一篇去告诉我们 其实不是对不对 他就是可能不会回头 我觉得不会回头 会不会回头 我们都不能武断的去形容 因为每一个星座都有所谓的 都有可能 对 他有例外 那我们要谈例外可能性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双鱼座如果 假设我们科学讲来思考 反观思考 那双鱼座如果不想跟前任在一起 或者是想跟前任在一起的理由 一定各自都不同 对 好 那他如果会想要跟前任在一起 已经代表他跟这个人相处过人当中 发觉他错了 但错不多 错不太多 我想弥补 我想弥补 所以我可以回头 那看到很可怜 可是双鱼座只要找到那一个 他觉得可以回头的立即点的时候 对对对 那就OK 可是如果不能回头 一定是双鱼座的人错太多 对对对 然后错太多 他很难去面对那个 那个胸状 那个感觉不舒服 那他会觉得这个错太多 我这转回我的小鱼洞 对 尤其是对方如果莫名其妙 又再回 提回那件事情的时候 对他有时候他就非常尴尬 他就很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 可能天蝎或狮子会爆炸 对 但是双鱼座就是会这么 天哪 Oh my God 对 所以这就很大的问题 所以双鱼座要看他的错多 大 如果错很大 他不会回头 错很小他也会回头 是因为他觉得太尴尬了 对对对 太尴尬 那错太小 我觉得这个错的这个 这个是大家都会可能犯的错嘛 对不对 所以老师以这样子来说的话 我们先自己 先自己自己 自己编自己 就是双鱼座其实 很容易就是 你要你要说 他是某些程度的刷身 或者说他其实他的那个 他没有像天秤座 蹭到几毫克 他只要稍微觉得说 好啦好啦 不然就这样扯平了 对对对 或者是 我就扯平了 对对对 就是人家说的 抹一抹重新开始 对 然后他都其实 蛮两级的状态 因为双鱼座 正常 所谓正常 大部分的双鱼座 都很喜欢把自己 变成无辜的第三者 受害的第三者 受害的 有人是说双鱼座的外表 比较容易长成像 无辜的第三者 第三者的 或者是 或者是受害者的感觉 所以常常只能说 我在情感当中是受害者 也有这种状态 所以如果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他当然会用 君宁天下的概念是 那我再回头 你一定会对我更好 这也是双鱼座的另外一个回头理由 所以双鱼座没有不可能 没有不回头 没有 实际上不会不回头 因为那边有人写的是不回头 对 我跟听众朋友说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 分手做不成朋友的五大星座 那我去看了乡民的排行榜之外 然后还有一些娱乐版的星座排行 其实他们都把水象 这水象星座都还蛮容易 怎么会天蝎双鱼 它真的都放在 事实上水象星座 的确比较不容易再回头 正常来说是 但是我们会谈的 我们刚刚讲双通道 如果已经进到情感关系过程当中 如果它的月亮是水象的 就真的比较不会回头 因为他们要的是 是拥有的感觉 独占的感觉 那尤其在那个过程里头 像譬如说月亮 如果在水象的时候 它在一个关系过程当中 它常常是到最后 法际上的很惨之后 才愿意放手的 月亮星座如果在水象的话 烫熟了 他才知道懂得松手 对 而且不只是烫熟 他已经烫熟握了好久了 才会放手那种人 都起水泡了 所以我讲这个通道性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那可是问题是 如果金星在水象是 如果它不能是我的 我就不要 我现在就不要 这种意思 就是说因为我现在 那概念是 如果我现在就不会是我的 那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去跟一个不可能独占的人在一起呢 因为所以水象而言是 我要拥有它 我要拥有这个独占 因为我没法跟别人分享 如果要跟别人分享 那那个哀怨也只是一时的 大家都会 因为月亮是期望拥有的 因为到最后生下的时候 你这个期望拥有的概念是 每一个四项 每一个项都不太相同 或者风筹可能不大一样 或者每一个星项可能都是不大相同的 都有它一个独特的理由性 为什么我要得到它 或者我拥有它 或者是我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看待我内在情感关系的状况 这都是不同的嘛 所以你要知道 金星的是 从朋友经到情感关系 但是能不能够从情感关系 再回到朋友 那就从月亮来看 对对对 所以今天一早呢 一开始我就希望呢 星星王子老师可以跟大家 更亲切的来分析分享 就是看工作 他的表现 看他一般跟朋友的处事 这可能是一回事 但是真正面对到情感 怎么去处理 尤其是分手之后 他能不能还能做朋友 或者根本就是老死不相往来 这件事情反而就是要参考不同的这些位置了 月亮跟金星 今天很开心 邀请到星星王子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那当然呢 老师刚刚哦 因为我们是双语 看到双语一直排在第一名的时候 就觉得有一些疑问 对 当然对 很容易把双语 很多人对双语座是有仇恨感的 所以他们就把双语座放第一名 什么软坏的会放他第一名 好像很正常 烂情啊 爱劈腿啊 其实我们会谈这件事情 为什么双语座会是这样 因为一个 有一位美国占星学家 非常有名的叫Linda Goodman Linda Goodman呢 她是唯一全世界 只有她的著作 上过纽约时报排行榜的 她非常有名的占星师 全美几乎都知道她这个人 那她曾经讲过 双语座是所有人性最后的综合 所以她其实只是真实的反应 人性而已 只是说很多人 她是一直把她放在私底下 隐藏的很好 但双语座比较容易就是 她就把它展现出来 人性的所有懦弱也好 或者是坚强也好 或者任性也好 甚至于可能是 孩子气等等 孩子气等等 她都会出现 那只是完全要看这个人 因为事实上 对双语座而言 是最后灵魂的考验 就是在一群的设计上来看 双语座是最后灵魂的考验 那最后灵魂的考验 告诉你说 你可能会经历过 所有灵魂上面 可能要去经历跟面对的土痛 甚至于可能去经历 某种程度的磨难 或者是挑战 那你得要去面对 跟抗拒那些人性中 给你的诱惑 是双语座最重要的 所以这是双语 而且老师现在讲的是 更专业的 西洋间心学里面的 相关知识领域 我真的不是跟你 只是拉比赛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 在看很多平台 直播 大家随便 就可以直接开始 分析12星座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真的很可怜 就是这种概念像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专业被娱乐性取代 所以这件事情 我就希望说今天 大家平常可能 我说休闲娱乐看一下 也OK 但是如果说 尤其是在 我觉得爱情这件事 这门课 很多人都说 这也是一辈子的功课 在一起的时候 绝大部分两个人 可能时间点会相同 但是分手的时间点 往往都是不同的 那个心态是很容易 有很大落差 分手是又是不是 真的不能做朋友 我觉得 要不要做朋友 这真的是看后面的智慧 那当然你可以从每个人 刚刚老师有提到的 从他的月亮跟金星 还有通道上面来看 如果你们真的走在一个 同一个频率的通道上面的时候 其实某些程度 他不是不可以的 对 那你也不能单止 只是去参考 就是说 他是现在闲性的 所谓他是 资约分身 他是母羊 那就没办法 他就不是太阳星座的问题了 好 那广告后来之后 继续请欣星王子老师来分享 所以他是十二星座之末 最后一个 没错 所以 所以他其实是集合了肥臭 非常多好的优点 或坏的缺点 但是只是说 大家在情感上面看到 觉得比较不甘不醉 或者说觉得比较不OK的东西 通通都丢给他 其实我们刚刚也谈到 比如说Steve Jobs 贾博斯 他就是双群座的 可是他处理他的情感关系 其实处得很糟 一团糟 对 他其实非常糟糕 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甚至于你知道 苹果电脑有一个系列 叫Lisa系列 Lisa三女儿 对 对 叫Lisa系列 对 那就是为了 你知道就是 你知道 双群座会扯这种烂物 就是情感关系扯的 弄不好 注意也不好 可是他会用某一个东西 用一个名字去信念这个人 或在意这个人的感觉 会变这样 可是我觉得 双群座是到最后 人性中要进化的过程 他必须做很多改变 那双群座委员非常多 比如说改变这个世界的委员非常多 比如说美国总统 最早的第一任总统 华盛顿 然后呢 甚至于 那个 你说那个发明 爱迪斯坦 对 爱迪森 爱迪森 他们就改变 彻底改变这个世界 虽然特斯拉也很重要 特斯拉最近被攻击 今年整个台报一直被翻出来 我们现在又提外话了 但是曾经真的很重要 特斯拉是发明焦肉店的人 发现焦肉店的人 发明焦肉店 发明焦肉店的人 不一样 发现跟发明不一样 然后你知道 其实所以双群座的人 怀抱着这个世界很多的理想 那他们尽量使自己能够有办法去达成他 但所有东西都比从梦想开始 如果你没有梦想 你这一切都是空白的 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双群座 双群座也是一种梦想 他有想象说 这个情感关系到底到最后 我们有没有可能重新再来过 如果发现重新再来过好难 他觉得好难 他就决定撤退 他是很容易撤退的星座 有些人只是撤退 那他不讲这个对吗 有很多星座的撤退 老师你之前讲到这里 到底是谁最会撤到底的 就是将爱情 将婚姻进行到底的 是哪一个星座 其实我觉得土相星座 在很多层面上来看 都是期望到最后一刻才放弃的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土相星座的人是一个 我必须解释一个东西 你要先搞清楚 土相星座叫利益结构 它是用利益概念去思考事情 那一切以利益为基础的时候 就有很多概念 比如第一个 你是否有利益 还有一个 我已经经营出什么样的利益了 如果我的情感关系发展到现在 我们经营情感20年30年40年 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为什么你要说分开 你会觉得这家店 我都已经 你都已经撑过这个地方了 虽然说蟑螂老鼠到处跑 但是我这个店还是撑着 我还是有一个店面在 我还是有店面在 虽然每次吃客人就骂我 可是我还是 我还是努力把这个店做好 对 类似这样子 所以他会认为说 这是我们情感关系经营 我们至少还在一起 面对生活 那这个也很重要 而且我们至少还共同财产 你一分开财产就没有了 老师你刚刚讲到 那个共同利益的时候 你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你还讲到其中一个星座 摩羯座 对 摩羯座也是一个 比如说摩羯座 其实他在那篇文章也提到 就是部落格 那个叫做 湘敏的平台 对 他提到说摩羯座也其中一个 可是你要搞清楚 摩羯座也有例外 什么叫也有例外 因为摩羯座是更在乎的 是社会地位 摄金地位 这个事情 那两个人会在一起 多少考虑的摄金地位 多少 我们会说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浪漫的摩羯座不太容易 不多 真的不多 一定是门当户对 或者他觉得摄金地位相当 他觉得这很重要 那如果分手之后呢 另外 被分开的那个人 另外一个人呢 突然间摄金地位暴涨 暴涨 他也可能会回头啊 对 他也不会回头哦 你刚以为摩羯座就 从此不相往来了 没有哦 不好意思哦 万一人家的社会地位提升了 我也可能会去找他啊 这么高低 所以 对 因为对他 每一个人的概念 看法不同 那我们想摩羯座 可能不是单纯 就从太阳星座的角度来思考 与其他可能跟金星 或水星有关 或者是月亮有关 对不起 可能没有水星 有月亮 好 那其实我们谈 这所有情感关系 还有一个东西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它影响到所有情感关系的源头 叫上升星座 上升 对 因为上升星座 谈到独处概念 那这个人的独处概念 他在面对自己的时候 没错 他就说 跟独处什么关系 你要忘记 你要想到的是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影响力嘛 这个人很会独处 很擅长独处 他是孤僻的独处者的时候 他怎么会跟别人 发生情感关系 所以后面讲的 所有情感关系 都不会发生嘛 对不对 所以上升星座 也必须在一个 愿意跟人相处的星座上面 尤其是孤僻的 所以某些程度上面 确实要去参考 当他对于人际之间的 一个状态 还是有 这个是题外话 上升星座 我拉出来的一个题外话 可是事实上 我们再回去检查 这个所有情感关系 所以当你以为不会的时候 他一定有另外一个 是会的 这叫科学 所以三星学 我们会讲娱乐角度 来思考的时候 对不起 一定有例外 我们没有说武断的 一定是如何如何如何 所有心座都会这么做 不可能 如果大家所有心座 都一定会这么做 这个世界就公平了 而且谁就统一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 就完全平和了 大家都把逻辑找出来之后 大家都一样的模式 现在要执行什么状态 我就是按照那个模式去走 人性只至于可爱 就是他可以做 创造出千变万化的人性 我觉得这是最美妙的地方 所以即使我们讲到 一个心座的特质过程当中 一定有某种程度的例外 可是当然我们一定会看到 没例外的 就是那样发展的 一定也有 他就照着 所谓大家看的星座书上面的 那些基本 或者被催眠这么去进行 所以我常会告诉我学生讲说 你千万记得你写星座运势 不要用催眠的角度 不要用催眠的角度 因为很多人喜欢用催眠的角度 因为当催眠的过程当中 其实自然而然 大家就容易走进对号入座 对 你对号入座 你只能反正我就这样 对不对 然后就是比如双远座 就心念的状态就会觉得 好像真的就是符合了 有的时候可能高度不是双远座很糟 是很多人就想双远座很糟 所以双远座会觉得说 那我就怎么糟啊 下笔者 你懂意思吗 或者想要排行者 对 很容易是这样 比如说当我们觉得摩羯座如何 也许并不是摩羯座真是如何 所以你刚刚讲到摩羯座 我真的有点傻 你会想对不对 对 可是我会告诉你说 他的例外跟没有例外的地方 是什么地方 我没有说摩羯座的人 就一定是如此的势利 可是也很搞清楚 为什么他会这样子 这先例的条件来自于 他年幼的经验过程 还包含他小时候 所以你跟摩羯座的相处 你要先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先看到爸爸或妈妈 你今天认识的是一个摩羯座的男生 你要先看到爸爸怎么回事 还有个爸爸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人 那这个摩羯座一定规规矩矩 真的 我这真的是一个 受到原生家庭影响的这个状态 摩羯座是跟长辈学习的 跟前面有人学习的 所以他一定有一个样板 一个sample 一定有一个样本者 从那个人身上去得到很多东西 打个比方是 比如说我太太的表姐 她嫁了一个摩羯座的先生 你知道她爸爸 这个摩羯座先生的爸爸 是每天回家拖地的人 表姐幸福了 对 于是我太太这个表姐 她的先生是每天回家拖地的人 就copy了一个爸爸的 他就是把他家里照顾得好好的 他就是一个规规矩矩 把事情做好的摩羯座 所以并不是我们今天讲 摩羯座如此实力 并不是全部代表 不是 我只是告诉你说 有些时候摩羯座 要去看他前面的sample样本 摩羯座就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 所以也就是如果你真的交往的是摩羯座的男生 或另一半的时候 去看他的家长 对 那个准确率会高很多 非常高 非常高 对 我们以前碰过那种就是摩羯座的 你以为土象星座专心对不对 绝大部分大家对土象星座的印象 我们就碰到过一个摩羯座的 有很多女朋友 为什么 我爸有四个太太 这带我们家是叫正常 对啊 他就觉得说 我爸也这样子啊 这就合理啊 他是跟有经验的人学习嘛 那他就学习不同经验而已嘛 所以你要懂星座的例外性啊 所以他讲的那个不完全是这样 好 所以分手做不成朋友的 当然除了我们刚刚呢 一直在书名 除了双鱼座 然后老师一直提到天秤座 然后摩羯座是 让我觉得比较惊讶的 这是一般大家比较不会去想到的 那另外还有就是 我刚刚也一直提到的水上星座 水上星座到底天蝎 是不是真的让大家也觉得说呢 他就是 因为之前我们提到不同主题的时候 天蝎比较容易被冠上 就是性爱机器之外呢 也说到在情感里面 天蝎是一个爱恨分明的星座 就他得不到 或者说今天我不管是 尤其是你做的一方的时候 天蝎绝对不回头 其实天蝎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是什么呢 就是 他们的占星上面的设计 它是希望所做的任何事情 在别人的心目当中是有价值的 它的占星设计是这样的 所谓占星设计 我觉得这是我的想法 就是每一个占星 每一个星座的设计 是有它的原理的 所以你看所有的天蝎座人 都会让别人知道说 我为你做了什么 我为你做了什么 他会常常告诉他的朋友 我为他做了什么 你看 比如我一个朋友是天蝎座的 他常常讲说 为我的儿女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 做什么 做什么 他讲出这些东西 让别人看到他 为了别人而制造出的价值 我付出了些什么 为了付出的价值 我为了别人做出的这些东西是什么 他要是这种感受 那儿女当然很难分割 就亲情很难分割 可是情感关系 事实上是可以分割的 天蝎座人不可能会 绝情到把儿女不要 对不起 我讲不可能有点武断 大部分来说是不会的 要不然就不要 从头到尾就从头 从一开始 我就连儿女都不要 那我一旦有了 我绝对让他存在 因为他是我的亲情 他很重要 那会不会更积极到就是说 可以的话就是我自己来 你不要再来插手 也有可能 但是对于情感关系 它是可以割舍的 情感关系 就是我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譬如说先生或太太 情人任何情人 我今天跟你结束了 这一张纸的关系之后 对 我都可以 没有任何关系 我为什么要回头 你给我理由回头 是大部分听学中 都会倔强的不回头 不是没有理由回头 而是倔强的不回头 这就是我的原则 没有回头的问题 不用再讨论 当然还有一个关系 是什么地方 就是说今天我为了你 做出了那么多事 就是我为你付出了 这么多价值 我为了你 那你当时从来没有在乎过 我为你付出的这些价值 对不对 好 那现在你回头要来找我了 那我当时所做的那些事情 那我觉得我也浪费了 而且如果我现在已经 跟别人在一起了 为什么要回头 我没办法回头 因为我已经要为另外一个付出 把我的价值给他了 好 所以天天座当然也碰到 另外一个问题是 他现阶段的状态 那当然你说我信 但你现在没有对象 那我们就在一起嘛 很少天天座会再回头 的原因 大多数都来自于 天天座比一般人更急着伤痛 他只是忍住 他只是忍住 他只是不说话 隐忍 然后但是并不代表 他不会忘记 所以人生这辈子 OK你伤我的所有过程 我一一铭记在心 但这件事情 我不会让他在我的人生 再重新再演一遍 对 但是天黑座的人 没有不回头 我还重新谈到另外一个问题 没有不回头 因为在很多程度上来看 天黑座的人 还是会同情 那个受害者 所谓受害者是什么 他可能是另外一个受害者 比如说他在人生当中 碰到其他的问题了 他们之间情过去的情感 还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可以说是 如果说你想让天蝎座的人 心软下来 或者等等的话 你就是这是他的软肋吗 一个灶门 对 是一个灶门 可是事实上要这么做到 不太容易 对不起 我没有 我这样讲 你不是告诉你 要把自己伤残到什么样的地步 不是很敢 好 那我广告之前 我再回复一下 就是我要再次提醒 因为我们今天一开始呢 都有再次提醒 分手之后不能做朋友 这件事你不能只是浅白的去看 他真的是显性什么星座 还是要看一下 他的月亮跟金星 因为他是影响到情感面的 这些判断思维的状态 所以今天欣欣王子老师 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聊 分手之后当不成朋友的 除了天蝎有上榜 对 那我也看到就是 有一些小敏也提到 就是土象星座 大家都会觉得说 他们就是比较稳定 但是金牛也上榜 还有待会在广告回来之后呢 老师你觉得 其实有没有什么星座 其实是大家可能 没想到的 爆雷的 然后也觉得说 哇 如果说他的月亮 金星在这个星座的话 其实你更了解的 另一半 或是你自己的话 你自己要去多加注意 你在情感面上面会如何处理 回到节目当中 阳光潜水 我是小露 还有我们的新星王子老师 对 今天呢 我们分享的是 分手之后做不成朋友 那 刚刚广告的时候很可爱 因为老师其实自己本身是 他是以科学 虽然看占星学 但是老师 新星王子老师是更科学理论 刚才占星学很科学啊 对 只是说这十年 很多人讲的不科学 但是我们还是用科学角度去看事情 然后到最后把它变玄学 对 然后变成大众娱乐版 对 其实根本从而到尾 它就是一个天文学 所以要再次提醒 老师也有一个美感 下次不要在他面前讲 母羊座 讲白羊座 要讲白羊座 好 所以 我还是会纠正你的啦 因为我觉得 就是说站在专业 你是一个专业的 单心学角度的话 如果我不纠正你 代表你没救了 我不会想理你 OK 对 如果还愿意纠正你 就告诉你说不要这样用 但 这不是一个专业的用法 是 对 好 没有 再回来讲 比如我们刚刚谈到 我们刚直播也谈 中介也谈到 其实你照以科学的角度 来看事情就是 你要证实它存在 要另外一个角度 证实它不存在 所以只是说 不存在的比例 可能低于存在的比例 很多很多很多 这是两个人之间的 比例概念 这种情况下 它的比较接近绝对值 不是绝对值 是比较接近绝对值 没有零或一的问题 没有绝对的东西 这个话就有语弊了 绝对没有绝对的东西 真糟糕 等一下 等一下念科学的 直接上来留言 这就是绝对没有绝对的东西 你知道就是这概念 突然间自己讲的一个 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东西 居然是绝对 所以我们在讲 就告诉你说 没有不可能 不是说今天你是这个星座 就要把自己判断成 我就是一个绝对不可能 如何如何的 不不千万不要这样子 因为人性本身的可爱 就像我刚刚讲 人性本身的可爱 就会有一些例外性 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天蝎座 天蝎座也没有不可能 天蝎座即使我们认为 它在绝情 它也可能还是会接受前任 因为不要忘记了 因为湘敏讲的只是太阳星座 它并没有分析 金星或月亮的通道 那金星或月亮 这个两个不同通道产生的时候 或者它在人性本身上面 的问题的时候 它其实也可能会为了 某些状态 某些环境或某些条件 它必须这么做 比如说孩子需要另外一个人 对不对 即使分开 它需要他 时间空间改变的时候 或者是这个人 真的赤头之后 也做了什么事情 让他感动 打个比方就是 今天天蝎座人生病了 病得很重 然后昆明的三十天 他三十天 十天醒来 发现那个人坐在他旁边 还煮了一锅鸡汤 鸡汤不能 那么病那么重 还不能慢慢吃 要慢慢来 先喝鲁鱼汤 跟那个人出现了 没有 重点就是 那个四十度的关怀出现 他居然就在这里待着十天 就是守望着你 你会不感动 不可能 好 老师 既然你讲到这边 因为我们只剩六分钟 来来 我最后跟听众朋友 一起来请教一下 就是说 如果今天 因为总有人想挽回 分手绝对做不成朋友 一定是 比较没有错的那一方 这是绝大部分 但是总有人一直会想要挽回 要不然我们不会看到这么多的社会新闻事件 但是提醒大家 不要用伤害自己 跟用一些危险的方式 那绝对 绝对是错的 不应该 而且你会让对方离你更远 好 今天我们再回到正常的状态之下 就是说他知道自己错了 然后他也想回头 所以你不能只是去看他的上升星座 要再多去参考他的月亮跟金星 然后慢慢去分析说 或许他在哪一个罩门的软肋 他可以再接受 再慢慢进攻 是 也就变成说 你必须理解 大部分来说 能够还有机会回头的 通常是风向 我们都没有谈到火向 对不对 我跟你讲 火向是很不容易回头的 原因是因为他会记得 当时让我觉得没面子的那个地方 你跟我分手 你知道我都没面子吗 你懂的是吗 我们小鞭一直在比赞 真的 我看你从头都没有谈到火向 因为火向是通常 反而是最不会回头的那个人 你都以为可能是水向 可是火向认为的是 我跟你在一起 我整个丢脸要爆 我整个完全没有人生活 我觉得我自己生活 没有我自己 然后呢 而且我忘了我自己 或者我不存在 我觉得这个是我对我来说 最大的痛苦 而且我跟你再回头再近 你还是会再去伤害我 让我没有我自己 或者是不尊重我 有些是我的心受伤了就算了 最重要的是你还毁了我在外在 或者说其他重要人士面前的一些形象 这才是我火向最狠狠的地方 尤其我都穿着白纱了 你纱纱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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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纱纱的 你不要来 对 你纱纱过逃婚 你知道 火向认为都会疯了 怎么可以发生这种事情 多没面子在所有人面前 你要怎么下台 他没有砍了 你就已经算好了 你要怎么下台 你知道反而火向是很不容易接受回头的 真的 请大家参考月亮跟金星 再次提醒 对因为面对感情这件事 为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场 我都要不断的提醒 就是你不要看这个人 他在工作上很果断 或者说他在做很多事情的判断值上面 甚至 因为是不同东西管的 对 因为在管情感这件事情 为什么人家说就是要看月亮星座 就是他其实是很私底下 内心层面的那一块 最内在的影响就是月亮星座 它太重要 因为所有的雷 月亮的雷就来自于 所以这个人的雷都来自于月亮 所以内在 所有的雷都来自于月亮 你看太阳都看不出他的雷在什么地方 太阳是在外人面前 所以你在外人面前注意到什么事情就没问题了 可是你跟这个人相处 什么时候你会采到辣雷你都不知道 而且我觉得太阳星座 因为他是显性的 会借由社会化 社会化而改变 没错 是的 社会化而改变 甚至发现上升的协调 所以太阳跟上升可以做某种程度的自我协调 可是月亮其实很难 就他撑住 对 月亮一直有一个区块 但是真的面对情感的这一块的时候 月亮星星 他真的就没有办法去品尝 月亮基本上是无法改变那个范围的 我再爱你 我只会让雷不爆 但并不代表我雷不在 搞清楚哦 老师 你再说一次 我很爱你 但我只会保证雷不会爆炸 但是我并不代表雷不在 你踩到我的雷上面 因为我很爱你 所以我不会让它爆炸 可是你不要一直踩 如果你一直踩 一直踩 对不起 可是地雷还是在的 还是会爆炸 因为地雷有一个保护装置 我只是让它不要爆炸 可是你把地雷踩坏了 我就不管你了 你懂得意思吗 所以有些人会一直觉得说 因为我在他面前 我可以为所欲为 可是你要搞清楚 你的为所欲为 是不是碰到对方的雷 他只是不爆炸 因为他爱你 可是并不代表他会永远这么 因为雷 从而为之还是会踩坏嘛 你防止每天跳跳跳 也会跳出一个洞啊 对不对 所以真的 如果说你在情感面部分 你总是觉得说 你很容易 就是人家说的 备受伤害 或者说有些时候搞不清楚 为什么对方就是 再也没有办法接受你 那或许你可以直接回来思考 是你自己 确实在月亮或金星的部分 你不够了解你自己 或者其实你从头到尾 你根本没有去了解到对方的 你误会了你自己了 也误会了对方了 对 很有可能发生这种事啊 我觉得这件事很有可能发生 就是说 其实因为你的第一任第二任第三任 大家都没有想要说 只是想逃 对 所以你就以为 我这样做就对 你懂吗 真的 譬如说摩羯座 也有 图像星座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你今天一直点名摩羯座啊 图像星座 我不害摩羯座在内 图像星座也很有这种状况是 我过去跟这个枪主都没有问题 对不对 我会继续用跟这个人的枪主方式 再继续面对你 所以他就不会进步 所以他觉得他模式是对的 只是我遇到错的人嘛 他觉得是这样的人嘛 他有时候会误解成这样 可是事实上你那时候是 你的模式错了嘛 因为你面对不同的人 就是你没有修正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是的 所以在情感的部分 这是很感性的部分哦 但是他真的是一辈子要修的功课 其实用理则性来思考感性才是对的 老师请再一次 用理则性来思考感性是对的 比如说你要先想到 你要去表现这个情感的过程当中 你对他的实质意义是什么 因为到最后面的生活都是实质意义 你要先考量这个问题 对 我自己的感受啦 就是很多时候 你知道对双鸣最小时这个话都很难的 真的 所以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很多时候 当你要发脾气之前 你要先想到就是 如果你真的只是嘴贱 讲出来 但是实时上反而伤害到你的婚姻 或爱情的时候 你要先想到这件事完全不划算 小路你听懂我讲的意思了 就是这个意思 真的 后面的话 你慢慢的再也不会再出现 或者不会让这个状态 再一直很频繁的发生 开玩笑是比较简单 但是你开玩笑 你不要开人生的玩笑 或者那个人雷的玩笑 千万不要 那个人为了你把雷关掉 你还开他雷的玩笑 你不是找死吗 他随时可以把他 再打开 就炸了 就炸了你 很可怕 所以今天呢 欣欣王子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呢 虽然分手 做不成朋友 大家一开始听会觉得很负面 但是确实是因为你要了解蛇行座 今天再次谢谢老师分析 谢谢拜拜 谢谢